四年 这里面是你的东西 你打开看看 这是 这枚小金锁 就是民间常见的 给小宝宝带的长命锁 张灵芳是要把这枚金锁 送给顾浅秋肚子里那个孩子吗 四年 这是妈当初给你买的 当初 把你放在孤儿院门口时 本来想为你戴上这把锁的 但又怕路人剑裁起义 反而害了你的性命 所以才一直留在身边 这么多年 也成了念想 四年 你现在也有孩子了 这把锁 就送给我的孙子 就算奶奶的一份心意吧 想起往事 张灵芳的脸上 有了温柔的笑意 四年 你出生八斤多 壮实得很 所以才给你取了这个小名 那时候 八斤多的婴儿 可不多见 怀你的时候啊 苦得很 肉都很少能吃到 哪知道 你还能长这么重 怀太时语 九死一生将他产下 这就是最大的爱 妈 我收下了 谢谢你 生而不养 三个月大的时候 他就把她扔到了孤儿园 他从没有奢望过 傅四年能叫她一声妈 坦白地说 他跟这个儿子不亲 当初 他对傅义忠的恨 全转嫁到这个孩子的身上 这个孩子 是傅义忠强暴他 结下的恶果 他恨傅义忠 已恨肚子里这个孽种 四年 小福啊 你们也饿了吧 妈妈炖了鸡汤 煎了牛排 赶快洗洗手 准备吃饭吧 血缘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张灵芳的饭菜 竟然出乎意料的 和她的口味 华真的年会 就在公司附近的 一家会展中心举行 小福姐 你怎么坐过来了 怎么 我不能坐这里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老大的女人 我得罪不起啊 哟 记本下 你穿的 可够奢华的 是啊 这么重要的场合 自然要穿的隆重一点 小福姐 你这条裙子 也不错啊 虽然 不是很差你的肤色 你说什么 我说你穿这种颜色 显得皮肤有点黑呢 草鸡变凤凰 果然不一样啊 穿了条好点的裙子 就开始张狂起来了 你金主 知道你这么拽吗 什么金主银主的 小福姐 你说话好粗粗啊 嗯 你回去多读点书吧 华晨的员工 没素质可不行啊 小福姐 波子他们过来了 白衬衫 黑西装 墨绿领结 很正式 很整洁 很帅气 七点钟 年会正式拉开许幕 所有的节目 都是精心编排过的 完全就是一场 试听盛宴 终于最后一个环节 抽签做游戏的节目到了 副总 游戏规则 大家都明白了 请您开始抽签吧 傅思年微笑着 打开纸卷 在看到纸卷上的名字时 手不易察觉地 抖了一下 傅总 您不会真的 抽到王总了吧 傅总 您看 气氛这么热烈 您就赶快公布吧 傅思年把手里的纸条 往外打开 记半下 现在我来宣布正式的题目 傅总抽到谁 就要跟谁热吻三十秒钟 这张脸 他熟悉他每一个细致的起伏 他喜欢他每一个微小的表情 现在 他就站在他面前 而他 可以名正言顺地要一个吻 直到此刻 他才深深地意识到 他对傅思年的爱 比他想象的还要多 他和傅思年的秘密 就这么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卫婷 你看论坛上那个帖子没有 你这是班主吗 能不能让他把帖子删了 这样乱猜 影响实在是太糟糕了 本下 你新来的不知道 华晨就是这样 每年年会后 就会有一波八卦的高峰期 大家开开你的副总的玩笑 其实 也就是好玩而已 你不用放在心上 盯着电脑上的对话框 气半下一咬牙 拿起手机 给傅思年发了一条信息 公司论坛上 有一个讨论年会的铁赛 你能让人删了吗 等了五分钟 傅思年没有回复他 又等了五分钟 傅思年还是没有回复 好 回头再细谈 你看到我刚才 给你发的短信了吗 怎么了 有什么急事 祭拜下的话 让他满头雾水 什么铁子 发生什么事了 我把论坛打开 给你看吧 他的全部注意力 都在铁子上 完全没有意识到 他和傅思年 贴得有多紧 你赶快让人 删了这铁子行吗 再拖下去 全天下都知道了 全天下都知道什么了 知道什么了 这还要问吗 我不信他真的不懂 这分明就是在挑逗啊 傅思年 你到底删不删 好 删 我这就让人删掉 他看着他 嘴角带着闯溺的微笑 他的声音 温柔的像是枕间的淋雨 他瞪了傅思年一眼 夺路而逃 被傅思年用这种眼光看着 他真的没有办法多待一秒钟 脸红 心跳 浑身发软 所有的爱情症状 他都有 有事 说完这句话 他才意识到 他竟然无意中模仿了 傅思年接话时 简洁直击的语气 论坛的帖子 我让人全都删了 以后也不会再出现这种帖子了 你放心吧 嗯 谢谢 现在没有辞职的冲动了吧 辞职 难道赵源跟他说了 辞职的事 我还在考虑 你如果嫌工资低 我可以给你加薪 按公司加薪的最高比例 网上浮动30% 如果你是担心论坛的八卦体责 我可以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他可以控制自己不给他打电话 或频繁地找他去自己办公室 他甚至愿意放手 愿意接受他已经有男友的事实 他所要的 只是能天天见到他而已 他要的很多 可他连最后这点位级 都不肯给他 副总 我再考虑一下 公司里小道消息满天飞 继续下是副总的情人 这点完全可以确认 赵元 到我办公室了 赵元进入傅四年办公室时 发现他正盯着屏幕发呆 副总 你有事找我 你能说服 继续下不要离职吗 我的考虑 纯粹是基于个人情感 他这么说 其实就是向我默认了 他对继续下的感情 副总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我答应你 一定努力收复办下 不要离职 不过副总 我还有一些话想要对您说 不知您愿不愿意听 这些话 可能会比较刺耳 你说 副总 您是已婚人士 而且 您的太太也已经有身孕了 其实 您是没有资格追求伴下的 就那年会视频事件来说 这件事 对伴下造成的伤害 肯定比您多 在您的身份是单身之前 任何追求和爱慕 都是不合适的 都会对伴下 造成困扰和伤害 副总 在您离婚前 请您不要对伴下 流露出任何爱慕之情 这样 才是对她最好的保护 谢谢你的提醒